乌军陷入困境 英国的两架神秘武器还未送杂就被拦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号来观点》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见解了 这时候轮到英国出场了 据媒体报道 英国为了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在黑海的实体封锁 决定要给乌军援助两艘列雷舰 可东西还没送到 土耳其方面就先放话了 他直接表示 不允许英方的扫雷舰通过土耳其海峡列入黑海 简单来说 就是土耳其不会给英国冤武提过变 那么同位北约国家却出现这种情况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自俄罗冲突爆发开始 土耳其就坚定自己的立场 将这场冲突定义为战争 并且还启动了 1936年通过的蒙特勒公约 该公约赋予了土耳其可以在战时 或者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关闭土耳其海峡禁止外国军舰进入的权力 所以说土耳其对英国扫雷舰的阻拦 何停何理 不过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整个事件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蹊跷 首先 英国的援助非常可疑 先说这两艘扫雷舰 据了解 他们是由英国海军建造的 相当级别的烈雷舰 主要用于在深水及长海中 探测和销毁水雷 但大家都知道 相比于乌军 俄军对水雷的使用并不频繁 因此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 而更重要的是 英国国防部在宣布卷增 找雷舰时 早就预料到了土耳其会进行阻拦 但英国还是依旧对外宣布要冤唬 很明显 它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的要帮忙 只是走走过程 毕竟如果真想帮助乌克兰 就不会明知 土耳其海峡行不通 还虚晃一枪 偏想死了 说到 英国只是想通过这种援助 来展示一波其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呢 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展示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战争 其次 土耳其不同意 除了所谓的蒙特勒公约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那就是呢 它在给欧洲上演样 大家知道 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当中 土耳其作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当中的一股平流 它极其反对以色列的暴行 并且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导主义援助 但奈何 欧洲其他国家的放纵 让以色列越发大胆 这是土耳其的呼吁 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于是土耳其选择在英国的冤雾计划上使办了 不以强化自己的立场 当然 土耳其此举也有其地缘政治的考量 作为连接欧亚两大洲的重要桥量 土耳其一直试图提升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 而此次对英国冤雾计划的阻拦 无疑可以提升土耳其在北约以及欧洲事务当中的话语材 总之 英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行动 从表面上看 是为了支持乌克兰 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 而土耳其的反对 则显示出了欧洲内部的分歧和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和国际合作 才能真正解决欧冲突 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稳定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